在满屏的地和之事件中,孙宏雷无意挤进C位。网友,热搜里的一股清流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优秀的小编,欢迎观看我的文章,喜欢的话请给小编点点关注。 说到孙宏雷,大家一定都是十分熟悉的了,在圈内也是一位资深的老戏鼓了,他出演的很多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另外在综艺节目中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,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刘华强。 在里边那逗笔的形象实在是另一众网友打吃一惊,谁也没想到在作品里边那么严肃正经的孙宏雷,内心真正的一面竟是这么的搞笑,并且作为一名大龄明星,他也搞出了不少的糗事,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 在近几天,相信大家都被网上的一则消息给刷了屏吧,那就是D和G这个品牌的设计师说了一些令人气愤的话语,导致这几天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话题,不管是一线明星还是一众吃瓜群众,因为这件事都是气愤不已。 网络上的气愤也是一度十分紧张,但是就在这个关口,孙宏雷却在无意见成功挤进了C位,在满屏的热搜D和G事件中,他的名字横空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。 原来是在前几天,我们的这位阎王帅雷雷在出行的时候,不知怎么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,并且迷上了《笑幸运》这首歌曲,还在网上发文艾特勒这位歌手。 但是没想到的是,呆萌的帅雷雷竟然艾特错人了,本来这位歌手的名称是田富珍Heavy,但是他艾特的却是田富珍这位不知名的网友,在众多网友看到之后,也是纷纷在下方评论起来。 过想来这位起名为田富珍的网友恐怕也是一脸猛逼吧,怎么也不会想到孙红雷会艾特自己吧。 下方众多网友也是纷纷说道,雷哥你艾特错人了,等等之类,反正主题都是围绕着他艾特错人的这件事。 有的网友说,纷纷的网友说,纷雷哥你真的是这搜笔编的一股清流呢?也有的说本来是被你的感情给感染了,但是看到这个还是忍不住了。 想必对此事我们这位阎王应该也是挺郁闷的吧? 结语,感谢大家阅读完我的文章,喜欢的话请关注小编,每天都会给您带来优势的文章,让您感受完美的阅读体验哦! 张艺山带病回归,杨子一头钻进了他怀里,谁注意王俊凯说什么了? 杨子看到张艺山的时候,第一句话就是,都受成这样了。 后杨子就一头扎进了张艺山的怀中,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真的是让人羡慕。 杨子说的都受成这样这句话真的让大家听起来有种妈妈的感觉,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,就是在离家一段时间,等回到家后,妈妈见到你的第一句话就是,这孩子现在怎么受成这个样子了? 杨子满脸心疼的看着张艺山,在他的怀中腻歪了一会儿。 后来就开始了节目的录制,节目中,张艺山忍着身体的不适,努力地完成了录制,后来在节目中的各项游戏中,他都是尽量地参与,真的是让人看了有些心疼。 如果能来参加这个节目,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。 这次的收官之作还是特别有趣的,最后一轮游戏是杨子和王俊凯获胜,所以就获得了同桌的信息,其实杨子的信息已经特别特别明显了,就是张雪莹小姐姐,王俊凯就是任嘉伦。 小凯真的是太可爱,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才反应过来,原来自己的同桌竟然是一个boy,真是太搞笑。 张艺山回来之后,他们玩得更high了,果然有张艺山这个逗逼在还是特别开心的。 小凯自己分析,东子剑和丁丁是一组的,张艺山被排除了,是不可能的,所以只能是任嘉伦。 是又推测,他同桌是任嘉伦,张艺山肯定不是这个样子,因为小凯说从小是看着张艺山长大的,真的是扎张艺山的心了。 王俊凯的一句,我从小看着张艺山的心了。 王俊凯的一句,我从小看着张艺山的心长大的,所以他绝对不会认错张艺山的照片,当时王俊凯的这句话一说,把少年团里的所有人都给笑他了。 张艺山又非常激烈地反驳他,但是反驳也是没有用的,毕竟张艺山主演的《家有儿女》也是当时红遍了《大江南北》,所以王俊凯说的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。 请问 nodeでは去听SO такая ,"LG4》左右、G438 cliche吗? Fleurcom下的这句话问 Vader, ост灰 Trustees rotateng시 occupied抱的话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